印度跟中国大陆有边界的问题 那不断的被美国拉去 跨的等等 然后违抗中国大陆 最近印度在实控线附近 拉达克地区举行了军演 另外它也举行所谓 史上规模最大的空演 美国英国这些国家派出军机等等 去参加演习 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它在中印边境的演习 其实一直也都在进行 尤其是它有一些新的武器的项目 甚至像是比较轻型的坦克 等等之类的 但是在印度南部的 将近有十个国家吧 对不对 加起来说还有那个观摩等等 有三十国 有三十国 派飞机前往的 其实有十个国家以上 但是你把这十个国家看起来 你把它 仔细看一下 西方国家 除了孟加拉 孟加拉基本上是印度所支持的 那在亚洲的话就是新加坡 OK 那所以其实还是以西方国家为主 我觉得其实是在帮印度撑腰 然后可是这样子的演习 它是算是军事演习吗 我觉得比较像是 比较像是军事的一种 好像是那种练习 或者是说演那种 好像展演 它像展演 展演比较像 它不像是演习 因为每个国家派几架飞机过来 作秀嘛 摆拍嘛 就几架 然后呢 其实来基本上 当然不会说是一起这样子飞 没有到那种程度的展演 但我觉得一些项目其实 大概因为是第一次 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这个注意 但是国家的参与的这个数目 这个倒是第一次 但我觉得在军事意涵上并不高 对 其实你真的要军演的话 不像中俄啊 他们双边的参数啊 双边的这个语言啊 都能够那个做成联合作战 这才是真的像军演嘛 你这个呢 冲启量就是摆拍嘛 法国把你的标峰飞来怎么样 那就告诉你说你印度就买我的标峰就好棒棒嘛 这就是一个摆拍的做法嘛 所以呢引发大家的讨论 讨论度不是说你们多强大 是摆拍的程度比较大 另外呢 中国大陆现在呢 其实也在黄银岛附近进行的联合的一个战巡 侦查预警 快速机动联合打击能力等等的 那当然对的是美国菲律宾 加拿大澳洲这些进行的相关的演习等等 然后呢菲律宾他呢 就在呢 中国大陆在演习的时候呢 派了NC212的这个基要 这个飞机呢 闯到了黄银岛附近 要干扰中国大陆空域 中国大陆这边当然进行了驱离等等的 但是呢小马可是就说 我们呢强烈谴责 说中国大陆做法毫无道理 违法且鲁莽 然后他发言人军方发言人还说 我们还是会定期进行海上监看行动 那这点其实我是蛮有想法的 你想想看小马可是现在 他又开始针对南海的情势 又来了 又来了 那当然他只是浪浪 在那边叫一叫 可是你想想看 是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军演 菲律宾跑那边去 等于是挑衅 或者是骚扰 然后呢中国大陆 我这边军演我都公告了 你跑来骚扰 我当然会警告你 我发射照明弹 就个这样子一个动作 归为菲律宾的总统 还把这个事情上纲 变成是中国大陆对自己菲律宾的军机的 这种好像是挑衅 他强烈谴责 其实一个很小的事情 而且很清楚是 人家是已经公开的这个军演 你跑去那边接近 这样子一个事情 结果你去强烈谴责中国 跟在6月底7月中 7月初的时候 和菲律宾的态度 好像又不一样 又回到之前要去 这个针对人爱交的冲撞 又回到这个情况 当然目前实际的动作 它还没有出来 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 我觉得在6月底的时候 两个事情 把菲律宾吓到了 第一个就是在6月底的时候 李宋桥北部的中美电子战 电战 那所以菲律宾的参谋长 几天之后马上就说 这个提风中道系统 会离开菲律宾 在9月份 第二个是什么事情 拜登跟川普的辩论 6月27号 输得一塌糊涂 各位你要了解 菲律宾曾经做过 美国的殖民地 你如果到马尼拉 你去打开电视 你打开收音 或者是收音机 你就知道 其实它跟美国好接近 那个英文 尤其是电视上的英文 其实已经不是单纯的 菲律宾英文 比较像是美式的英文 他做的广告 电视广告都是如此 我其实在美丽巴 马尼拉待过一段时间 就感觉他非常美式的 这些宣传 所以他对美国的政治 非常敏感 尤其他现在要挑衅 南海的议题的时候 美国一定是站在他后面 当他看到拜登在辩论的时候 输成这个样子 表示说 拜登一定不可能当选 那一定川普会上来 那川普一定不喜欢这样子 去战争挑衅 就是中国 所以他就知道 接下来可能不能再搞下去了 所以他就接受了 7月2号的时候 跟中国大陆这边来谈 马德雷3号的这个处理的情况 那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我认为大陆这边 其实是做过头了 多做了 我觉得大陆 为什么要去跟菲律宾谈 去谈这个 菲律宾如何补击 马德雷3号 你围就围起来 你让马德雷3号 逐渐的去 在那边要 至少用想方式 要处理掉他 你可以用自己 大陆的海警船 去必要的人道援助他 而不是继续的 又让菲律宾去援助 那菲律宾就觉得 我还是可以去 这个不断的去援助 后来呢 当初他们谈的内容是 绝对不可以再去加强公事 他们还是在做 对不对 那第二个 拜登退选了 贺锦丽回来了 然后呢 他的情势 居然跟川普 又不上上下了 小马克思又开始觉得 哎呀 我又可以再闹了 那第三个呢 那美国 在这个时间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菲律宾 在这里也做军演 对 对不对 他又觉得 有底气了 有底气了 所以他又开始 拿这个就是 中国的军演的时候 派了一个 就是轻型飞机 去稍微骚扰一下 然后呢 被骚扰之后呢 小马克思又跳出来 我告诉你 他会不会下一步 采取一些动作 比如说再一次针对 仁爱交 或者是相关的军演 采取一些挑衅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接下来都有可能 但这里也显现什么 菲律宾 他对于美国政治 以及中美这个变化 非常的敏锐 然后呢 他也不时的会叫 这个叫嚣 而且用总统的这种层级 但如果用总统层级 你听他闹一闹 吵一吵就好了 要比较看他是不是接待 实际上会采取一些 具体的作为 老师刚才分析的就是 菲律宾看到了 这个凤好像这个势头是往这边吹的时候 马上见风转舵 所以中国大陆跟他交涉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注意 但中国大陆现在呢 也传出来有亮剑那个状态 因为沙安东舰航母出现在距离 吕宋岛大概230海里的这个海域 那这个大概400多公里 也许就是这个殲-15舰载机 作战半径最好的攻击距离 意思就是你要闹闹闹 可是你在军事上 真的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比 这个其实你都很清楚 不要讲第一岛链 这都在第一岛链的范围之内 我们讲甚至整个西太平洋 中美的军事平衡 已经其实很底定了 也就是中国大陆 不管是在军舰的数量 飞弹的区域巨制能力 现在呢还有就是航空母舰 以及整体电子作战的这个能力 电站的能力 这里面飞弹的区域巨制能力 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未来你现在已经看到 就是甚至连潜射飞弹的英级18 它具有这整个区域 就美军在这边其实它还是在 因为它有驻日美军的基地 驻韩美军的基地 那它也定期的在航海 从南海 关岛南海进入到就是中东地区 这次林肯号就这样子过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段时间 美国在这个区域 其实是航空母舰的空窗期 因为它大概等到最快9月 还是10月的时候 从San Diego的那个林肯号 才会过来到日本 去接防日本的那个 已经离开的华盛顿号 所以呢这段时间是空窗期 可是即使如此 这整个区域的军 中美的军事平衡已经很清楚了 在这区域的一些这个国家 我觉得大家都很了解 菲律宾现在就不了解 他以为说可以 大概还是可以靠着美国的力量 在这个区域 还是可以大概这个骚扰一下 但是我想大概有紧致于骚扰了 对啊所以呢 你在军事上呢 美国都已经怂了 你那菲律宾又有多大底气呢 真的不要闹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aw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